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和大家聊一部来自台湾的惊悚悬疑片《返校》 影片是根据同名恐怖游戏改编而成 故事发生在台湾戒严与白色恐怖时期 由于影片的蓄势并非按照常规的线性结构 使用了很多诸如倒序、插序、闪回的蓄势方式和拍摄技巧 在现实世界与梦境 也就是之后会提到的白教官 所说的由负罪死者所构成的世界 真实与虚幻、现实与梦境交织在一起 造成了影片的时空混乱和信息的真假混杂 为了方便大家的观看和理解 这一期我将采用按照事件发生的正常顺序来进行介绍 并在结尾也会对片中的细节加以分析 故事发生在1949年 国共内战以国民党的落败而结束 最后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军退守台湾 以谋反攻大陆 同年5月19日发布了戒严命令 并开启了台湾长达38年56天的白色恐怖时期 戒严命表面上是对共产党的抵制和防范 正如影片中反不出现的国民党的宣传词 实则是对民众的思想和言论的控制 戒严期间言论自由在台湾已经是奢望 又连读书也是犯罪 翠华中学一群对自由与真理心存向往的师生 在美术老师张明辉的组织下自发成立了读书会 他们每天在学校另一位女老师殷翠寒的带领下 在学校的储藏室里阅读 并将书本的内容进行抄录 以防内容的丢失 可是好景不长 读书会成员黄老师的暴露 导致宪兵来学校进行抓捕 在戒严与白色恐怖时期 最高的行政权力交由军方 并由最高领导人进行指挥 以此达到极权的目的 在这一时期 学校都配有一名教官 要官的权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校长 这也就是片中白国锋 白教官这一角色产生的时代背景 黄老师在被捕时大喊 是国家在杀人 而迎来的是宪兵无情的棍棒 一边是宪兵在众目睽睽之下凹打老师 而另一边 白教官若无其事地 让学生继续生起 暴行的发声 与法律秩序的缺席 在生起一时下 显得是那么的压抑与讽刺 显然黄老师并没有出卖读书会的成员 但是大家还是人人自危 考虑学生的安全 建议暂停读书会 但读书会成员魏仲岩 不同意停办读书会 并提出可以以拿作业给老师为由 趁机将书中的内容抄在作业中 并由学生带回储藏室 继续进行读书会的活动 殷章两位老师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再加上学生对于读书如此渴望 也就打消了停办读书会的想法 在一次魏仲岩在殷老师那里 拿书回去的途中 不小心撞到了暗恋的高三学姐方瑞心 就在方瑞心帮忙捡起掉落一地的作业课本的时候 看到了抄录的禁书内容 魏仲岩十分紧张地说道 学姐你不会跟别人说吧 方瑞心表示自己只是看到了音乐作业而已 方瑞心虽然是标准的模范生 出身军人家庭 但是依旧有着高中生应该有的叛逆与纯真 也正是如此 被与父亲交好的白教官敲打 幸亏张老师及时解围 白教官在二人离开的时候对方瑞心说 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教官商量 张明辉和方瑞心的关系 显然超出了师生的界限 二人用纸条进行沟通 文明就是在调情 这种情愫在师生之间悄悄地酝酿着 发生着 在夜晚张明辉单独与方瑞心画画 张明辉特别喜欢画水仙 方瑞心不解地问道 离水仙好看的花那么多 为什么单单喜欢水仙呢 因为水仙不争不抢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宁静淡然 方瑞心认为那样是孤独的 而张明辉则是觉得 主要是有一个懂你的人 此处的水仙之鱼 分明就是象征着二人之间的关系 方瑞心在学校虽然与张明辉你浓我浓 可是回到家中 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父母二人长期不和 一天傍晚 方瑞心与张明辉约会之后 回到家中 却目睹了宪兵抓捕父亲的场景 方瑞心的父亲被宪兵抓捕离家之时 主妇方瑞心 让他母亲打电话给白国锋 此处方瑞心的父亲 为何主妇打电话给白国锋 并无详细的交代 此处情节有着明显的漏洞 在后面的剧情分析中 我会详细的阐明 电影中塑造方瑞心父母的形象 令人印象深刻 一开始方复的刻板印象 是中年家暴男 而方母则是被营造出一种 吃斋念佛的柔弱女子的形象 而随着剧情的发展 二人的形象也有着180度的转变 但当我们得知方复是被方母举报的时候 接下来方母的言行 尤其是方母在佛刊前说的那句 要是她不在就好了 我看上忽明忽暗的光打在方母的脸上 再加上背景低沉压抑的佩月烘托 让人产生了一种毛骨悚然之感 施害者与受害者进行颠覆的调换 这也暗示着观众 这是一个荒唐的年代 一切早已不能按照常理事之 遭遇家庭变故 这也是方瑞心无法承受之重 不住的她冒着大雨 跑到张明辉家哭诉 张明辉对方瑞心进行了一番安慰 并将一枚陆形的玉佩送给了方瑞心 此时的画面泥漫着暧昧的气息 但是张明辉还是坚守着一名老师的操守 并未趁机对尚未学生的方瑞心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当然这也与张明辉的人设有关 作为一个精神领袖 如果凭借学生对自己的好感与柔弱期 趁虚而入 难免有一观禽兽的嫌疑 在张明辉亲手把玉佩给方瑞心佩戴上的时候 说出了影片主要传达的重要观点 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期待的 方瑞心经过张明辉的安慰 心情好转了许多 同时二人也约好第二天去看电影 此时的方瑞心已经把张明辉 视为自己最后的希望和精神支柱 不久之后方瑞心偶然听到 张明辉与殷老师的谈话 殷老师也看出 张明辉与方瑞心之间的关系 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师生范围 二人禁忌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很有可能被人抓住把柄 大做文章 殷老师提醒张明辉要把握尺度 适可而止 张明辉也因此与殷老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殷老师让张明辉在读书会 与方瑞心之间做出抉择 接下来的日子 张明辉对方瑞心进行了刻意的回避与冷淡 方瑞心前去质问张明辉 为何疏远自己 并将之前张明辉送给自己的玉佩送还 让其送给殷老师 随后方瑞心便冲出了张明辉的办公室 昔日与张明辉相处的浪漫记忆 也涌上了心头 方瑞心也将殷老师视为自己 与张明辉之间情感的假想敌与插足者 他难以忍受有人从自己的身边夺走张明辉 此时的他又想起母亲之前所说的 要是他不在就好了 和白国风所说的有什么事情 随时找教官商量的话 如同梦魇一般不断在方瑞心的脑海中浮现 终于少女对爱情的憧憬与妒忌战胜了理智 方瑞心天真的认为 只要殷老师消失 自己将可以永远和张明辉在一起 同时方瑞心又回忆起 当时魏仲言从殷老师那里取禁书的一事 顿时记上心头 方瑞心利用魏仲言对自己的好感 求魏仲言从殷老师那里拿到的书借给自己 谎称自己也想加入读书会 在成功地取到书后 将书交给了白国风 方瑞心天真的以为 自己从此就可以无忧无虑地和张明辉在一起了 精心打扮后 期待与张明辉一起去看电影 可等待他的却是张明辉等人的死讯 张明辉等人设立读书会一事 被国民党扣上了叛国乱党的帽子 张明辉在被处决之前 不断嘱咐魏仲言一定要活下去 总有一天可以等到自由 但这发生的一切需要有人铭记 并告诉后人 同时张明辉要求魏仲言 帮助自己在自由来临后 把一封藏在书中的信交给方瑞心 魏仲言铭记张明辉的临终嘱托 面对国民党 他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在狱中度过了几十年 方瑞心也无法接受 自己的一个无心之举 造成了多名同学与爱人的惨死 在无尽的挣扎与煎熬中 最终选择了在学校的礼堂 上吊自杀 因为心怀怨念 灵魂在翠华中学滞留了几十年 无法顿入轮回 但感到一丝欣慰的是 影片并没有悲观到底 多年后 戒严令与白色恐怖终究还是结束了 已经步入中年的魏仲言 搬出了当年张明辉所说的那本书 并回到了翠华中学 书里面包着当年张明辉送给方瑞心 之后又被归还的玉佩和一封信 信上写着 白鹿与水仙 今生无缘 来世再见 智自由 张明辉这份迟到了几十年的告白 最后还是借助魏仲言之手说了出来 望瑞心的鬼魂看到了这一幕 开怀地笑了出来 也最终转入轮回 反笑以恐怖片的外衣与框架 讲述讨论的 却是台湾戒严 白色恐怖 这一严肃的历史题材 从创作角度 以及恐怖片边界的探索 还是颇具轻易的 影片的完成度 总体而言还是比较高的 虽然故事相对简单 但是导演将影片分成了三个片段 来讲述 还是可以看出导演的野心 说影片剧情依然还是有几处小问题 首先是前文所提到的 方复被捕离家前 嘱托打电话给白国锋这一情节 从方复被捕时的穿着 以及宪兵的态度来看 方复应该是军官级别 一个学校的教官权力再如何大 也仅仅局限于学校 我很难想象 一个学校的教官 如何向军方施压 产生影响力 影片后面的情节 也没有交代 方复为何嘱托打电话给白国锋 仅仅是为了方瑞心之后的告密 多一重动机 而设计这一情节 显然不能让观众信服 其次是梦境世界中 以白国锋为原型的怪物 追逐方瑞心与魏仲岩那段情节 为何怪物追到教学楼就不追了 难道仅仅是因为教学楼太矮 怪物不能进入 这也有些勉强 以及二人在怪物突兀的消失后 二人镇静下来的速度 也未免太快了 竟然并不担心怪物再次出现 反而是面不改色的继续探险 也仅仅是魏仲岩说了那句 那到底是什么 二人的神经也未免太大条了吧 对此我也只想说 二位少侠好胆识 但是总体而言 反笑的剧情还是可以自洽的 尤其这是导演徐汉强首部长篇作品 可以有这样的成绩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 反笑于2019年9月20日 在台湾上映 并在56届金马奖中 获得12项提名 最终获得了最佳新人导演 最佳作品改编 最佳美术设计 最佳视觉效果 四项奖项 视觉效果与美术设计两个方面 是十分出色的 影片中现实世界与梦境中来回穿梭 画面色彩 用光也随之而变 现实世界都是温暖明亮的色调与用光 而回到梦境世界 则变成了阴森黑暗 一明一暗 张弛有度 风格也颇具设计感与心意 影片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片段 是梦境世界的方瑞心 在魏仲岩的喉咙里拿书的那场戏 拍得着实是大胆震撼 方瑞心吃人血馒头的形象 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方瑞心精心打扮 准备和张老师一起去看电影的那个片段 荧幕上的画面 由一开始的温馨浪漫的爱情片 到后面转变成了 张老师一行人被献兵抓捕的画面 不禁让我想起了 昆丁的无耻之途中 最后的女主角 出现在荧幕的情节 这让我感觉到了十分的惊喜 梦境世界对于电影院和李唐的设计 都十分的精彩 将影院与李唐设计得宛如刑场 台下带头套的观众 则是一个个傀儡 这也高度还原了游戏原作 在影片第三节《活下来的人》中 中年的魏仲妍 去祭拜当年牺牲的师生 本幕在一片绿音中 本幕与绿音的画面 对应这一开始因老时代的同学 所读《泰格尔飞鸟集》中的诗歌 本幕象征着为了自由与真理牺牲的人们 而绿音则代表着那些新生与希望 反笑并不像传统的恐怖片那样 有着大量的恐怖镜头与情节 甚至在观看的过程中 我并没有形成较大的生理不适与恐惧感 而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源于导演一鸣一案的叙述方式 与镜头风格 给予观众情感缓冲区与反应时间 除此之外 或许还有着对这段经历的缺乏 想来对于戒严与白色恐怖 有所耳闻 或者是亲身经历的台湾民众而言 仅仅是回想起那段历史 便会汉毛直立 就更不要说是观看一部相关题材 还原度极高的影片了 历时38年56天的高压时期 都造成了20万政治受害者 以1951年大约800万人口来计算 每40个人就有一个是受害者 那段经历与岁月 给当时的台湾人 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压力与阴影 可想而知 白色恐怖很大程度上 可以与戒严令划等号 白色恐怖一词来源于法国大革命 当时发动法国革命的巴黎公社 以红色为旗帜象征 而镇压一方的政府军 则是以白色旗帜为象征 影片中的校园 本该是与世无争的地方 但都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惨剧 这会整体环境 与人民遭遇可见一斑 梦境事业中 殷老师对方瑞欣的质问 你是忘记了 还是害怕想起来 这是对方瑞欣的质问 更是导演对台湾民众 乃至所有观众的警示 意在提醒观众 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和记忆 影片中方瑞欣大声呐喊 我不会忘记 这正是导演对观众的期望 也是影片最终想要达到的结果 以始为剑可以知心替 对于历史 我们不应该忘记或是掩盖 正确的态度是记录并铭记它 唯有这样才能减少 甚至避免历史的悲剧再度重演 我并不太喜欢电影中 宣扬活着的事的价值观 面对生活命运中的不幸与悲惨 只能以顽强的活着 这种方式进行对抗 看似伟大 使这有些消极与妥协 不过对于普通民众 面对庞大的政府机器 除了漫长的寿命 熬死对手 又还有什么办法 另外对这一题材感兴趣的朋友 推荐看一下冯记财的 《100个人的十年》 以及王范森的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 学术与心态 两本书讨论的具体事件 和影片并不相同 但是主题一致 相信看完会对此类话题 有所感悟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再见